嘿 又大家好 我是阿圆 今天是身为马来西亚人民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风... 唉 因为现在太早了 所以我讲话有一点气雷干这样 OK 今天是马来西亚人民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所以我称它为马来西亚人民的战斗日 没错 就是去打疫苗 今天终于轮到我跟Cherry去打疫苗 然后我跟Cherry非常幸运的被分到同一天去打疫苗 然后现在因为刚睡醒嘛 现在的时间还很早 差不多8点这样子 所以我的脸就有点水腫 所以我就戴着这个口罩来做影片的开场 不然我的脸真的是很腫 OK 现在就我们要在家先填饱肚子 因为打疫苗之前 第一一定要睡饱 然后第二一定要吃饱 这两样一定要做到 不然的话去打疫苗过后 你的身体状况就会不舒服 会头晕啊 会发烧啊 会怎样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希望等一下我真的不要有这样的状况 OK 现在Cherry在煮着水饺汤 等下我们吃完了过后 我们就要出发去打外星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这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给一些还没有打过疫苗的你们 可以看一下整个程序 A to Z 是怎样走的 我虽然不确定在里面打针的时候能不能拍 因为有些人可以拍 然后有些人不给拍 所以我希望我的那个它是可以给拍啦 OK 所以 let's go OK 这个就是Cherry煮的水饺汤 哇 OK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这那个打疫苗的地方 然后今天我们有Driver 出发之前耶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就是我们要先去 Farmacy 妖房 我们要去买那个 罩 算眼罩哦 它是脸罩 因为它是盖整个脸 它是那种透明plastic的 可是是盖整个脸的那种 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吗 因为我们现在带的是一层Mask 然后两层Mask 这个是等一下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就要带双层Mask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再加多一层 就是那个透明的那个脸的那个脸罩 所以我们现在去Farmacy 看一下看有没有卖 OK 我们找到了是这样子的 虽然跟我们要买的不一样啦 可是这个也是一样OK可以用 然后就stand by 一个 呃...Pandazole 然后这个是Vitamin C 买10粒的就这样 OK 刚刚在Farmacy 就买到了我们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眼罩 呃...这个不是眼罩啦 这个是整个脸罩啦 虽然讲这个是跟我们要买的有点不一样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有口过没有啦 这个应该也是有一样的功能啦 就是可以格外的 所以我们这个一层 只有两层 然后里面还一层 我们总共有三层保护 然后我们买这个之外 现在我们还有买噢 一层 嗯... Pandazole OK 然后再给你们科普一下小知识 就是你们买Pandazole的时候哦 不可以买Antifaz的 这个是 Actimol M-O-L 所以你们打了Vaccin过后 只可以吃这一种 因为那个博士跟我们讲 你打了针过后 如果你有什么状况的话 你吃Antifaz哦 因为Antifaz它的药效会比较强 所以当你打了针过后 如果你有什么副作用 然后你再吃Antifaz的话哦 你的心脏会加速 所以对人体是不好的 所以吃这个普通的Pandazole 叫Actimol 你们看一下 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这个它的剂量是 650 它一粒的剂量是650 然后我们只需要吃一粒半 千万不要吃两粒 吃一粒半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状况的话 如果没有状况的话 就不要吃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买了一些 Vitamin C来补充 OK 这个Vitamin C就是如果 有什么 这个是 就算没有状况也是要补充 就是打了 我开心过后 就补充一下Vitamin C 然后基本上的一些准备 就是这样子啦 OK我们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打针的地方 Varney Avalu 哇 我要死掉了 现在的心情啊 不容这样讲 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可是不容周末 我现在看到这个场地啊 我就会有一点紧张啊 虽然这样打针 我是没有很怕啦 可是我觉得我紧张的是 那整个程序啊 因为有太多的未知数这样 所以 啊 紧张 OK我们现在要进入口 这边写着Vaccine 啊 很紧张啊 很紧张 他很怕我中途去大便 因为他不会讲 他怕他不会沟通等一下 OK现在 我们是走着去 大厅的位置 然后有很多人是走着出来 相信他们是已经打完了 感觉上也没有到非常多人啦 可能他们是有做一些 处理就是 尽量控制那个人流 不要让人流太过拥挤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 其实不会感觉很拥挤 然后空气是蛮流通的 也不会很热 所以 是 比较OK啦 比起空气拥挤的 密闭空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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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ız利 对了 不是 lässt突如执й Grund 哦 采草 采草 因为你 要找看 xxxxs som 你之前没饿名 我们那个已经在两个区 可能你们来到的场地会没有限 所以你们最好是提前先 screenshot你们的vaccine appointment 如果没有线的话 你至少可以开你的screenshot 比较好 你 不不, 要看招牌 招牌 招牌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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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 没错 进来之前 他就是要检查你的招牌 是 最 latest update 也就是你打 Vaccine丹天 ROOTS 嗨 哈哈哈 我们就奇怪 他看了我们果发 他跟我们讲什么 呃, PEACE PEACE 我讲, 蛤 他讲 CAMERA CAMERA 这样 很nice啊, 这边的人 OK 是非常的 不会让你感到紧张 因为本身要打针 已经是紧张了 再加上这边的人 如果很凶的话 你会更加紧张 OK, 现在到了我们要打的地方 我们是HCOA 人也不会很多 我呼吸很困难 我也是很困难 呼吸很困难 因为我们带了两层口罩 一个是Triplay 一个是布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脸罩 呼吸很困难 然后我们一边走路 一边拍Vlog讲话 更加喘 谢谢 我們要進去訪問 我們要進去 我們要進去 OK 謝謝 然後我們就坐在這一邊 等著 人很好耶 這邊的人全部都很好 Let's go 我們要進去 打仗了 打仗 準備好了嗎 你戴好來這個 很難戴喔 我臉很小哥 臉很小哥 然後會帽子頂著 走啊 這裡的氛圍喔 其實進到裡面 它就不會讓你感到很緊張 因為這邊的人 都真的都很親切 很耐香 所以不會讓你感到那種 壓迫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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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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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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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剛剛已經打了Vaccine 可是整個過程不能夠拍攝 從一進來這個Hall裡面開始 他們就講 no camera no shooting 所以整個過程都非常遺憾 不能夠記錄給大家 但是我現在已經打完了 然後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們需要等待一個15分鐘 如果15分鐘 身體沒有任何狀況的話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然後我現在坐在這邊是等Cherry 因為我先比Cherry進去 然後Cherry現在在打仗 我來看他剛剛進那個打仗的房間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看他出來啦 整個過程非常非常快 從我一進來這個Hall開始 整個過程不到10分鐘 我就已經坐在這邊了 然後震也已經打了 非常非常有效率 非常迅速的整個流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來這邊需要等很久 我現在給你們看一下這邊的那個場合 OK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是這樣子的里潭 然後這邊是等待期 等待一個15分鐘 全部坐在這邊等 如果沒有事情的話 沒有狀況的話 就可以回家 然後這些白白色的 就是大神的房間 還有很多很多間的房間 叫Cherry出來啊 Cherry 剛剛打完出來喔 沒有看到好嗎 坐在那邊坐下來了 然後回到家過後 我再給你們解釋 整個流程大概是怎樣的 非常一樣不能夠拍給大家啦 但是我會盡量跟你們講解 整個流程是怎樣的 讓你們來拔的時候 也不會好像沒有方向 會比較清晰 那個流程是怎樣走啦 OK 現在我已經等了15分鐘 然後 15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要出那個門口 然後Cherry還在裡面等 所以我就去門口 外面門口還可以等他出來啦 嘿嘿 好像時尚多年的兄妹重逢了 我們重逢了 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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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小心有點像解采 我們出去再講 出去再講 這樣我也要開唷 OK 謝謝 拿我來啊 OK 剛剛我們就下車買了這一粒椰子 因為昨天我在Story那邊Port 就是打 vaccine之後 跟之前有什麼東西需要注意的 然後你們都有講 要喝Vitamin C啊 喝椰水啊 然後準備Panador之類的 然後 Vitamin C跟Panador guy 我們就已經買了咯 然後現在就買一粒椰水來喝 其實我本身是沒有非常喜歡喝椰水的人啦 可是 OK我現在喝椰水又不會覺得很抗拒 然後剛剛Terry跟Cherry他們就下去 Terry跟Cherry 好像繞口令這樣 他們就下去要 這個超市這邊買一些豬肉啊 因為我們這一趟出來 應該也是不懂西 實在會出來了啦 因為我們已經在家關了很久很久了 真的是 關了一個寂寞 因為關了這樣久了 然後那個確診人數還每天在飆升 每一天在飆升一直不斷在破紀錄 真的是感覺關了一個寂寞這樣 OK 現在我們打完疫苗 然後也已經回到家了 回到家過後咧 我們就有馬上的沖涼 因為其實有些人講是可以沖涼 有些人是講打了針過後不可以沖涼 可是 我們就已經是有在那個Vaccine的地方 有問那個人 那個打Vaccine的那些專業人士 可是他們如果我們講是打了Vaccine 當然是可以沖涼啊 為什麼不可以沖涼 然後我們就回來過後 我們就有馬上沖涼 因為在那邊人多地方 身體自然就會有一些病菌這樣 所以建議回到家最好是馬上沖涼 但是盡量不要弄到你打針的那個位置 就打針的那個位置 這個手臂盡量不要沾到水 所以答案結果是可以沖涼的各位 趕趕沖罷了OK 然後該的整個過程咧 是我覺得馬來西亞政府的東西 這樣多這樣多裡面 這個東西是最快最有效率的 整個過程大概40分鐘左右 從我們去那邊排隊啊 填表格啊 然後到打打疫苗 打了疫苗過後 又在那邊等一個15分鐘 整個過程他就不會讓你一直在等這樣 總之我一進到那個地方 他就直接叫我去counter了 所以整個過程是非常的迅速 在這方面我覺得他們是控制到 處理到很好 因為人流不可以太多嘛 人流太多的話就代表那個環境越危險 因為越多人的地方就越悶熱 越悶熱就會有越多病毒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這方面 處理到非常的妥善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 非常值得讚賞的一個地方 然後也非常遺憾 該的過程咧 都不能夠一個step 一個step的記錄下來給你們看 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所有答字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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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 對 Cherry的咧 就整個過程他都有拍到 我不懂這麼Cherry可以拍 可是我不可以拍哦 你們就去看Cherry那邊 Cherry那邊有記錄到每一個step 包括那些分析員跟我們講解整個過程啊 會怎樣 然後我們打的針是什麼名字 然後整個表格要這樣填 整個程序要這樣走 Cherry那邊都有記錄下來 所以在我這邊的一個總結咧就是 打Vaccine其實真的並不可怕 OK 不需要怕打針 因為打針的感覺真的是完全完全無感 它的針是非常非常的細 如果你硬要講有感覺的話 真的就是像人家所講的 給螞蟻咬一口這樣 你試試看用你的指甲 在你的肉這樣輕輕輕輕輕這樣 GAP一下 就是那種感覺吧 真的完全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我現在打完過後咧 我現在這個手 這個手打的嘛 然後我一直這樣拿這個相機咧 我手真的很酸 真的很酸 然後現在手臂咧 它會有一種酸酸的感覺 然後我們剛才從兩手這樣抬起來的時候 會有一點 會有一點feel啦 可是它不是痛苦的feel 然後人家講 打完Vaccine過後 然後身體會產生一些副作用 比如像頭痛啊發燒啊做藕啊 我們現在是感覺沒有啦 沒有是嗎 比你 我沒有 我們現在是感覺沒有 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 OK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有些人會有 有些人不會有 希望我們是不會有的啦 OK Vaccine打完了啊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吃我們的 午餐 吃了午餐過後咧 我們現在就好好的休息一下啦 所以今天的這個 Vaccine的Vlog 就記錄到這一邊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紀念價值的Vlog 因為 以後我的兒子啊 我的孫啊 他們長大了咧 他們就可以看回他們的爸爸 他們的爺爺 當年是如何對抗病毒 然後是如何去 打這個疫苗的整個過程 就是馬來西亞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一段歷史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Vlog 可能在20年後 或者是30年後 會成為經典 嘖 我沒有後悔我拍下了這一段Vlog 哈哈哈 OK所以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掰掰 我們下期見~~